昨天9号发生的一起命案 警方到场的时候发现这栋民宅的二楼 有一名43岁的刘姓女子是倒卧在自己的家中 并且伸中多刀送一抢救之后仍然宣告不治 而警方持续的追查下发现 她的丈夫设有了重嫌 而警方调阅了监视器之后 还原了整起的时间轴 马上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妻子在9号中午的时候 正在喂奶才6个月大的男婴 但是大约到了12点50分左右的时候 妻子其实是有发出了尖叫声 但是才过了一分钟之后 她就没有了声响 警方不排除在这一分钟之内的时候 她就已经遭到了残忍的杀害 而警方经过调阅了监视器发现 但是呢她的丈夫是一直到下午1点15分左右的时候 独自开着车离开了住家 但是呢丈夫其实是也没有跑到哪里去 大约在附近落了20分钟左右 再次了回到住家 而当她再次出门的时候呢 身上还抱着她6个月大的儿子 开着车之后就离开了住家 而她一路开了几个小时之后 大约在3点的时候 抵达阳明山的马槽桥下 但是她在这段期间其实都没有向警方报案 是持续到大约下午5点多的时候 这名妻子的妈妈她回到了住家要来找妻子 却发现她当时已经倒卧在自家的浴室 并且呢已经身中了七刀血流不止 紧急的报警之后 警方一开始是把这个伤者呢 是抬到了客厅来进行急救 但是呢发现她的伤势其实是非常的严重 宋一强救之后人在当天的晚上6点多的时候 宣告不治 而之后呢警方就一路调约监视器来追查 发现大约在晚间7点左右的时候 终于在马槽桥下发现她丈夫的车辆 但是呢当警方抵达现场的时候 发现丈夫是手上抱着她的儿子 两个人都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确定已经在当时的时候就已经死亡了 而警方在经过调查下 不排除丈夫设有重嫌 不过呢这个妻子的妈妈她是表示说 在当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 其实是有见到女婿的 但是当时女婿的情况反应都相当的正常 并且她也表示夫妻俩的相处 照她来看其实都是相当的和睦 因此会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她也是非常震惊 并且非常的讶异 不过警方进一步了解 发现疑似这个犯案动机 有可能是生活压力太大 因为呢这个夫妻俩呢 其实在去年就结婚了 并且在今年1月的时候 生下了这一名的不到一岁的男婴 但是在这段期间的时候呢 其实夫妻俩是没有工作的 那生活的家计以及儿子的这些生活的用品啊 以及这个吃饭的钱 全部都是靠着双方的家长来支出的 那这个丈夫呢 其实一直都有在找工作 但是不排除疑似压力太大 才会痛下杀鸡 但是目前警方仍然在持续的调查 真正的犯案动机为何 以及到底是不是丈夫残忍杀害